一个王子如果离开了王室,他还会是王子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就是一个十分有利的例子。在2020年1月份,哈里王子与他的黑人妻子梅根·梅根·马克尔突然对外公开宣布,两人将不再担任王室高级职务,准备辞职离开王室,投身商界独立发展。 在世人还在惊讶哈里与梅根的决定的时候,哈里已经迅速行动,和妻子梅根一起担家,从英国搬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利尔小镇定居。 与此同时,两人迅速与世界著名影视公司奈飞公司奈飞签订影视合作协议,开始拍摄王室题材影片,并且在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开直播间,与观众互动。 在离开王室以后,哈里与梅根多次在公开场合发布对王室不友好的言辞,两人在电视采访中公开宣称,梅根在王室生活期间遭到其他王室成员不友好的对待。 哈里更是写了一部回忆录被胎,里面曝光很多不为人知的王室秘密,还对多位王室成员进行了攻击。 不容置疑的事情就是,哈里之所以会背叛王室,多次公开攻击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妻子梅根, 因为他认为梅根受到了王室的亏待,还扬言王室需要向梅根道歉。 也正因为哈里王子对王室的种种攻击行为,让他丧失了退路,他已无路可退,重返王室成为一件十分渺茫的事情。 据英雷在当地时间2月25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有王室专家认为,哈里王子对两名高级王室成员的攻击意味着他完全不可能重返王室。 一位王室专家表示,哈里王子在其著作《备胎》中对两位高级王室成员的攻击意味着他不应该对重返王室抱有太大希望,哈里王子在公开攻击了两名高级王室成员后,他重返王室的机会破灭了。 王室专家瓦文丁·洛对《太阳报》发表评论称,哈里和梅根说过关于威廉,卡米拉和他自己的父亲的很多不好的话,任何形式的回归都令人难以置信。 他补充道,查尔斯国王当时绝对支持这一点。 王室的观点并没有分歧。 哈里在他的回忆录备胎中,哈里特别针对他的哥哥威廉王子和继母卡米拉进行公开的抨击。 在书中,哈里称卡米拉为恶棍,并指责他向媒体泄露王室秘密。 他还详细描述了2019年与威廉王子发生的肢体冲突的经过。 在得知父亲患癌症的消息后,哈里迅速返回英国,增加了与王室和解的希望。 然而,据《每日快报》报道,说服威廉同意哈里回归王室可能会更加困难。 据报道,哈里王子提出,如果需要,可以担任临时王室职务, 但王室立即驳回了这一想法。 林立场的记者凯蒂·伊科尔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哈里王子回到英国代表国王进行履职的想法是极不可能的。 如果国王无法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面向公众的活动, 我们有一个精心制定的应急计划,而这些都不涉及哈里王子。 消息人士补充说,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都几乎不说话, 威廉王子希望哈里王子回来代表王室工作的想法既可笑又不可想象。 当国王不能完成他的王室工作时, 他的工作会有一个特殊的机构接受, 这个机构叫做国务顾问。 这些通常是他的妻子和接下来的四个成年人, 他们可能成为国王或王后。 这个机构通常会有哈里、安德鲁王子和碧翠斯公主参加。 但现在,安妮公主和爱德华王子也可以帮忙, 因为规则改变了。 哈里能够参与的可能性很小。 显然,哈里王子已经很难再返回王室了, 他的人生可以说让梅根毁了, 因为他离开王室以后,就不再是王子, 人们再也不会把他当作王室成员去尊重与优待。 实际上,他接下来的命运可能会十分凄惨, 因为众所周知的是, 哈里夫妇与各大影视公司、 音乐平台的合作协议都已经被提前终止, 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人们已经开始厌倦和反感他不贩卖王室隐匿赚取金钱的做法, 随着时间流逝, 哈里会变得越来越默默无闻。 而梅根毕竟是一个出生好莱坞的女演员, 她随时可以重返好莱坞拍戏, 哈里却注定成为一个平庸的中年男人。 到时候,或许连梅根也会离他而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明立场, 哈里王子从加州的家回到英国代表父亲参加活动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消息人士称, 这种想法既可笑又不可思议。 这一直言不讳的评估是在猜测, 哈里王子可能想在这段时间里支持他父亲成为国王的时候做出的。 但据凯蒂·尼科尔·特蒂·尼科尔向知情人士透露, 白金汉宫已经制定了一个精心制定的应急计划, 不涉及苏塞克斯公爵。 那么, 是什么让王室官员, 大概还有国王本人, 决定依靠哈里王子来帮忙根本不可行呢? 虽然哥哥的隔阂的完整故事是复杂的, 有很多层次。 但一些线索有助于描绘出这幅画面。 首先, 在梅根脱音、 Mixit和哈里王子和梅根接受奥普拉的重磅采访之后, 威廉和哈里王子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几乎不存在。 哈里王子和梅根夫妇在爆料中指责王室存在种族歧视, 加剧了两兄弟之间蓄积已久的紧张关系。 虽然威廉试图通过说我们不是一个种族, 国主义家庭来控制伤害, 但兄弟之间的信任已经被打破了。 由于威廉准备有朝一日自己成为国王, 很难想象他想让哈里王子参与代表当今的君主制。 哈里王子自己的行为也需要考虑。 哈里王子和他年轻的家人一起去美国开始新生活, 他卸下了王室高级工作人员的职责。 虽然他保持着自己的慈善兴趣, 但他明确地将自己从该机构的日常事物中抽身出来。 白金汉公似乎接受了他的伴离开, 从未正式终止他的王室身份, 但明确表示他在王室之外只能靠自己。 现在,官员问突然转变态度, 张开双臂欢迎哈里王子回到核心圈子, 这将是一个尴尬的矛盾。 更不用说, 哈里王子搬到蒙特西托后接受的采访 只会强化他不想回到以前的位置的想法。 在他的Apple TV加心理健康系列节目中, 他公开批评了王室成员, 哀叹闷杀王室传承下来的遗传痛苦。 由于他的武器库中可能还留有炸弹, 让哈里王子回到王室的战略将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在他们看来, 最好是暂时与他和任何潜在的地雷保持距离。 对哈里王子来说, 把自己作为查尔斯的代理人的机会 可能会矛盾地破坏他在离开英国时努力争取的独立, 虽然想要支持他的父亲, 但再次扮演这样的公众角色 可能会抹平他试图建立的好莱坞哈里 和工作中的皇家哈里之间的区别。 因此, 在不信任、 距离和避免潜在公关灾难的共同愿望之间, 让哈里王子受到冷落, 但保持王室安全, 不受戏剧性影响的现状的前进道路取得了胜利。 消息来源对任何回归的直率评估感觉就像是承认, 在这一点上, 太多的水已经在太多的桥下了。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安妮公主本周在首都再次参加公开活动,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她一直以来都被称为最勤奋的王室成员, 2月23日这次的参观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有人看到这位73岁的长公主 参观了望之沃斯的玛丽生活与捐助商店, 该商店为救助儿童会筹集资金, 而安妮公主正是该慈善赞助人。 她身穿一件优雅的实色智能夹克, 在这次活动中展现了她的品位和风格。 多年来, 安妮公主一直致力于参观英国和海外的救助儿童会项目, 包括乌干达、 孟加拉国、 塞拉里昂、 莫桑比克、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最近, 她还访问了斯里兰卡, 以庆祝救助儿童会在那里开展工作50周年。 与此同时, 扎拉、 廷德尔的母亲也在上周早些时候展现了她的时尚风格。 她参观了奥特利普尔的仿沙场和制造场, 并穿着她最靓丽的外套。 安妮公主在2012年3月14日切尔藤的吴赛马杰女士日首次亮相时所穿的长款胶橇色外套在本周再次现身, 搭配同样的绒面格级西靴。 作为英国时尚和纺织品协会的主席, 安妮公主为新安装的骚斯基剪彩, 这台机器有望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能源消耗。 安妮公主选择了一条橙色、白色和棕色图案的围巾, 为外观增添了第二种流行色彩, 并搭配了一款黑色单肩包, 使整体造型更加圆润。 说到外套, 我们还不禁要提及公主在威斯尼斯特教堂举行的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的造型。 有人看到安妮公主设计了一件亮青色长款羊毛外套, 再次搭配黑色靴子, 黑色绒面格手拿包和亮色领巾, 这也是她在2月份的首选衣橱。 在拜访维林伯乐的社区时, 安妮公主选择了一条棕色的轻薄裙子, 将靴子换成了一双棕色皮革乐服鞋, 并选择了棕色的配饰。 这样的搭配展现了她的时尚品位和对不同场合的灵活应对能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